我觉得送下S9最奇怪的问题就是 它明明可以全部都给你的 就是因为S52之类的机器而不得不严格了一些功能 导致某些方面要求比较高的摄影师万而却步 至于我觉得录制时长限制这个问题是不大的 我想你也不可能用这机器去拍采访或者长时间记录的 在JVE1类似视频我也有说过 S9还有一个其外问题就是它的视频功能的确给的太多了 像5.7K还有变宽的这些 我觉得买这个机器的人基本上就不会去考虑使用这些规格 另外没有取景器这一个我觉得这里争议其实也蛮大的 有人就觉得复古小机器就应该像ACC那种产品线一样必须要有一个取景器 那样子拍照才有疑似感 那有人就觉得都2024年了还用取景器干嘛呢 对吧我拍照和拍商单其实也从来不会用到取景器 而且松下的这个屏幕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友好的 前面说到的不看定位就给到最高要求是不可取的 很明显松下的这个机器定位也不是给专业摄影师作为工作机用的 所以你说12bit raw对普通人的这个阉割的观感明显嘛 至少我这个视频啊全篇jpad之初也没有说影响大到那么离谱 说句老实话就在有一些商单里面呢 我用别家机器拍raw我甚至还会用压缩raw来拍摄 当然啦这些机器做的好的是它能给你选择压缩或者不压缩 而s9就是模仁 ok那么这里再说一下松下s9的这个辣指出首先的话就是传输了 这个就很简单了打开lumis lab 然后找到这个先去下载好你自己想要的这个辣 比如说这个我很喜欢的这一个然后你还可以在这里看到对比 不同的照片看到不同的对比然后的话这里也可以导入 然后找到一些样图或者你自己的照片也可以导入到 然后再看到这个这个的效果也可以根据创作者来选择这些他们制作的一些辣 ok那下载完说我们可以找到这里的相机点开然后就开始连接相机我们在相机上可能需要一定的操作 ok我们连接好之后我们就会看到高速传输自动传输这些然后最下面还有一个辣传输 当然我们也可以通过app来传输照片和视频ok点了之后它会自动连接这个相机的wifi 然后等它连接完之后呢就可以开始传输了无论是照片还有lut 然后在这里可以看到连接到设备然后我们点一下连接 ok连接好之后呢我们来到lut传输 然后我们刚刚下载好的lut就会在这些地方出现 比如说这一个没有传到相机里面的我们点一下它 然后再点一下这个发送到设备 ok它就会显示传输到这个设备上了 这样子就完成了传输了 然后我们可以在相机上面看到 ok刚刚已经完成了传输了 我们就可以再次回到这个lut这里 选择这个lut ok这就是我刚刚传输的这一个 然后我们这里再简单说一下这个14lut 很多人都不知道它是怎么微调以及选择的 按下这个lut键之后来到14lut 按一下这个方向下可以看到我们这里多了一个选择 然后我们再按一下这个lut按键 然后这里就可以选择我们刚刚下载好的lut 选好之后呢可以进行一定程度的调整 比如你去实拍之后发现这个lut太浓郁了 那我们就可以调整这个lut的透明度 其实就可以把它看作为滤镜的强度 那我一般就喜欢把它调整为60%到70%左右 其实还有很多参数都可以调整的 比如这个透明度我喜欢把它调整为-1.5 然后这个阴影就是加1.5 饱和度呢就是-1 然后其他这些都不动 ok那调整到自己满意的画面之后呢 你就可以点一下这个保存 然后就可以保存到这一个myphotostyle这里面 然后我这里1已经有了2已经有了 然后我可以把它保存到3 ok点一下4 这样你就可以在不同的场景使用不同的直触方案了 闪光灯支持上的一些阉割 有人就拿ccd过来说是 说什么ccd火是因为它自带闪光灯 那不如看看现在有什么机器是自带闪光灯的 没多少对吧 只能说只想买ccd的人 根本就不会考虑目前的这些机器的 机器手感方面呢至少这么看是没有太大问题了 包括这些滚轮啊 还有这个转盘 这个转盘的问题就是它有一点点的松垮 我是觉得有一点点松垮 至于这些按键的话我觉得没有太大问题 都是正常的使用 因为它是没有手柄的 所以我加的这一个是斯莫格的这一个 这一个手柄 松垮就挺偏激的 既然想着你都要加这个手柄了 所以他就直接把手柄给去掉 这一点我也不敢沟通 反正现在加了的话 现在加了这个手柄其实也也还蛮好用的 蛮适合的 就拿起来也挺顺手的 其实它的每个严格都有极大的争议性 有人觉得这机器我不可能买的 有人就觉得这机器刚好适合我 就跟我当年觉得稳定器只需要把稳定 和使用体验做好了就OK了 其他的智能功能根本就用不上一样 最后我想爱好者或者专业摄影 最想要的应该是无菌箭头的S52吧 这也是我个人比较期待的一个性能 好那么这期视频就到这里了 期待你的一键三连以及关注 记得私信我松下S9 可以来到我本次拍摄的原素材 OK谢谢